终止萧挑衅客运司机行车记录器全都录 周日宜兰县萧保官周媳福开车 和格马兰客运司机郑杰龙发生行车纠纷 还将对方拦车拿狼头恐吓的画面PO上网 害司机被记大过政治辞职 司机气不过日前也PO行车记录器影片反击 不但有萧保官先比终止挑衅画面 还拍下萧保官违规超车 以及开在客运前方时无故多次刹车 影片一出引发网友抨击 大骂萧保官是战士欺人的钟指萧 昨天萧保官坦承行为不当 以书面向社会大众道歉 但他仍否认公器私用 动新闻谢谢读者爆料 给三颗苹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